不许你再去见那个丫头 童薅她很善良 也很聪明 她是我见过 最可爱的人 这是你第一次愿意面对同好 也是最后一次了吧 能不能给我一分钟 不 十秒钟就好 在我面前当一次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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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云姨姐 大卫 我今天自己开车去公司 沈总 云姨姐说今天自己开车 走吧 军昊 云姨怎么陪来跟你一起上班啊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我早上约了人 出去谈点事情 军昊 你不珍惜云姨 会有人珍惜她的 但是你不能伤害她 云姨是我的未婚妻 我怎么会伤害她呀 你还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吗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哪怕有过一分钟 真正关心过别人 走吧 进 盛总 你要的资料 我先给您放桌上了 盛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出去忙了 你觉得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关心过我身边的人吗 不是 盛总 您是在问我吗 除了你还有谁 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吗 盛总 您从来也不需要别人的建议 所以 我有点不太适应 要怎么做 才能让女孩子开心呢 算了吧 你也没谈过恋爱 问你也等于白问 不是 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 但 但是对于恋爱的理论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盛总 您对范 云姨姐 确实有一点 有点什么 盛总 不得不说 您是个典型的钢铁之男 女孩子呢 一定要多花点时间陪一陪他们 经常接送 第一时间分享你的喜怒哀乐 确保 他们随时能找到你 就像你对我这样 不是不是 盛总 我不喜欢你 不是那有 我不喜欢你 男的 不是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女孩子嘛 都需要温柔呵护 浪漫体贴 比如说 你可以 多说一些甜言蜜语 时不时再给他们制造一些 小 惊喜 如果你们俩有矛盾 不管对与错 一定要第一时间承认错误 该鬼错一把的时候 千万别站着 总而言之 就一个字 红 那你说 怎么制造这种 小 惊喜 你看 你这不就分对人了吗 你可以这样 你啊 可以偷偷地准备一个 特别的礼物 然后把他约到一个浪漫的地点 然后不经意间 给他一个 惊喜 能行吗 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 刘总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忙了 那 再说